PS就是Photoshop的简称 Photoshop是Adobe公司著名的图像处理软件 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PS的作品 比如广告设计 平面设计 还有产品的包装设计 以及摄影后期图像的美化 照片美化 还有就是网页设计 网店设计 UI设计 游戏美术 动漫 图形创意 以及这些恶搞的搞笑的图片 还有就是建筑效果图 室内效果图 汽车 家电 衣帽鞋外 这些创意工作都离不开PS 所以说在这个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视觉创意人才急缺的时代 不管你是在校学习 还是求职创业 或者是兴趣爱好 Photoshop就是必学的软件 好 了解了前面的这些 你就迈出了学习PS的第一步了 学习其实很简单 了解基本概念 掌握操作规律 开发扩展思维 那我在教程里的讲述呢 也是从浅到深 大家跟着我呢 多认识 多思考 多实践 肯定可以成为PS高手 好 咱们闲话少说 接下来我们就从下一节 一切从零开始 学习PS 咱们下节再见 再见 咱们下节目 咱们下节目